大家好 能听见我说话吗 能听见吧 我把这个摄像机放到低一点 要不然它这个位置 它不是在这 就是在这个位置 看哪个位置会好一点 大家看 放这吧 这样都会好一点 好吧 还是把这个摄像机放在这 好 今天咱们继续咱们国学基础的 中国文字的课程 在刚刚咱们过去了一个 十一的长假 十一长假期间 发生的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有两个跟咱们中国的 这个国学文化 和咱们要讲的这些东西有关的 有两个内容 一个事情是2020年 诺贝尔的物理学奖和化学奖出台了 每一年大家都知道 诺贝尔最重要的一个奖项 就是诺贝尔物理奖 那今年的物理学奖 授予了三个科学家 三个科学家主要研究的内容 最后确认的理论是什么呢 最后确认的理论蛮简单 就是从黑洞开始 确认这个宇宙是生成爆炸 生成爆炸 生成爆炸 这样不断产生的 不断予生的 不断予生的 宇宙是这样产生的 且有很多平行 宇宙是同时存在的 那么这个奖项的内容 跟前两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 这个暗能量暗物质放在一起 这个奖项 其实我前几天写了一个朋友圈 但是很有意思 我当时写朋友圈的时候 还没有想过诺贝尔物理学奖 会是这么一个结果 那这么一个结果呢 其实就变成什么呀 我那朋友圈也写了 跟诺贝尔物理学奖很巧妙的巧合 大家有没有想过 当人类被科学验证 人类被科学验证 是在平行宇宙中 一次一次这个宇宙 还往复诞生毁灭 诞生毁灭 在各种平行宇宙中来去生存 那你可能向更低的位面 或者向更高的位面去发展 对 且呢 主导各个位面之间的 是按能量跟按物质的时候 我相信我们每个同学 其实都基本明白 我说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跟我们在佛教里面 讲的什么 大千世界和十八层地狱 大家想没想过越来越像 对啊 越来越像了呀 你在此生在此时刻 对吗 你如果做好了 你如果做好了 修行好了 当你自己人生在毁灭的时候 跨入到另外一个位面 那你如果做好呢 按弦理论 你的波长往上走呢 那可能进入的就是什么 大千世界 那你做的不好呢 波长向下走呢 弦理论就进入什么 十八层地狱 向上轮回跟向下轮回 所以我呢 觉得特别逗的一件事呢 就这次物理学奖 你说完了以后 我觉得特别逗的一件事 是什么 就是科学随着人类技术的 越来越进步 竟然研究的结果 跟神学越来越像 没错 成仙成佛 科学随着进步 你看这几年 这些科学的奖项 跟神学 跟国学 越来越像 对啊 所以我说 随着人类的 可能过一段时间的进步 我们人类可能 随着技术的进步 再过五十年一百年 很震惊的发现什么 我们所有的科学结果 全是 不管是国学 还是神学 在几千上万年前 都已经说过的东西 告诉你了 宇宙就是这样子的 人生就是这样子的 处的环境 就是这个样子的 你不用想那么多了 按照对一个东西 做就行了 这就是我以前 跟大家说国学的态度 你不要管经络呀 对吧 你不要管穴位呀 你不要管 他是从哪来的 你照着做就完了 因为我们都是 被创造出来的 人类都是被创造出来的 所以呢 就难怪近代历史上 一百位最伟大的科学家 其中七十四个 晚年都成为最 虔诚的宗教信徒 人类走到现在 已经很神奇的 发现一个太逗的事情了 就是竟然 我们随着技术越来越进步 科学的结果 无限接近于神学 无限接近于国学 对 这几届这个诺贝尔奖的得主 真的没有办法了 对 所以呢 跟大家讲 其实真的是这样 是这样 没跑大 肯定是直播 放心吧 肯定是直播 还有第二件事呢 是日本的铸波大学 塑造的铸 波段的波 日本有个城市叫铸波 很有名的大学 铸波大学宣布开启什么 开启人类的冬眠时代 因为他们 已经正式开始 在人身上做实验了 冬眠时代 这个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 大家可以去网上查一下 铸波大学 冬眠 就知道了 对 8月8号开始 第一阶段实验 就是日本的有一个人 然后呢 在冬天 下山的时候 因为摔倒 盆骨骨折了 结果就躺在雪地里面 雪地里面 一待呢 就被冻晕了 像他的说法 一待就待了24天 24天呢 这个 基本上处于死亡状态的人 就被人发现了 抬到山下面 在医院里 裹上毯子 然后呢 暖和的 一会儿呢 这个人就苏醒了 对 然后呢 体重呢 掉了一些体重 从这个开始 铸波大学做实验 后来实验了上千对的 小白鼠啊的各种东西 发现了一个神经啊 现在开始做人体的实验 什么东西 对 就是这个东西在我们人体里就像个开关一样 这个是近年来发现人体 很多奥秘中的一个 这个开关啊 一关上 怎么样 人体就瞬间进入冬眠 相信大家都听过水熊虫 大家可能也看过三体 对啊 人就开始进入冬眠了 消耗很小的能量 要不然的话 那个男的为什么24天 他是自然状态下触碰到 他们叫X神经 对 然后呢24天他除了掉一点体重以外 什么变化都没有 然后在需要恢复的时候 只要轻轻的一做 他就立刻怎么样 苏醒了 对 那么像这样的东西呢 就像我跟大家说 我们人类只发挥了自己大脑5%以上 我们为什么不能开拓更多呢 是因为我们的身体不够 对 更大点以说 其实我们就是神 我们每一个人上天留给我们自己身上这些 包括精鹅 包括穴位 包括大脑其实可能都是跟神一模一样 按照神的标准制作出来的 但是因为我们的身体太盈弱了 对 为什么叫羽化成仙 我们的身体支撑不了这么一个运行 所以呢 他只会允许你开放你自己大脑的5%左右的功能 像X神经想很多其他的东西呢 他没有开放给我们 因为这些东西其实都早都存在于我们身体的里面 我们去做修行的一个过程 包括我同学说 战装啊 还有很多的东西的一个过程 实际上来讲的话 也是慢慢去把我们自己上天赐予我们的一些能力 慢慢的打开去感知未来 感知世界 我50岁了 做了40年修行 多多少少的有一点资格来谈这个问题 所以大家有机会去看一下吧 一个是这次的2020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一个是日本著波大学最近发表在 Nature自然这个杂志上的科学实验成果 开始做人体实验 这个冬眠 人体一个神经触碰就开始冬眠 对 这就是为什么动员 所有的同学一定要去看抄体这个电影 有新同学回去别忘了去看 一定要看旅客背松这部电影抄体 对 我们其实每一个人都超级神奇 为什么像我们的 像我的门派里的老师经过修行 真挚圣贤 可以到这个地步 某种程度可以认为他在通过 吸收自然界的能量 暗能量 暗物质 中国国学叫气 来逐渐去解锁自己身体上天流下来的一些 原本就存在于我们身体里的一些很神奇的东西 然后最终能够达到真挚圣贤的一个地位 对 这个是就是真正 为什么学国学修行可能 他的一个目的和一个出发点也是如此 当然了 国学的三个矛盾基点还是存在的 我已经讲过 第一个就是太漫长 需要开启人类内部存在上天给予的这些秘密的过程 时间太漫长 没有十年以上的修行 你看不出效果来 这是一个太痛苦的事情了 第二个就是这个世界太繁杂 在原来的世界比较简单的时候 你很容易聚焦 世界越繁杂 东西越多 你越难以聚焦于修行之上 所以你自己对自己身体这种内观的修行的永远会被身边乱七八糟这些思想概念各种东西吸引跟打扰 第三个呢就是修行的欲望起始欲望 大家很多人开始的时候呢是为了让自己达到一个人生的新的顶点跟状态 但是坐着坐着呢发现这个东西能挣钱 能带来短期的利益 可能这个时候思想概念心态就完全转变了 但一旦开始你修行的这个目的转变了 那么可能最后产生的结果也就不一样了 跟大家说一下 只是呢因为我存在 我跟大家也说了 我存在 对 N维空间 不能这么说 我稍微说一下 同学 我们只能说四维空间是三加一维的投影 这是人类能感知到的 能按现在我们作为蚂蚁的情况能看得到的推断的 但是我们没有人敢说五维空间是四加一维组成 没有人敢说 真没有人敢说 我唯一能够判定的就是四维 剩下的只能说我们在想象过程中出现的 只能说我们在想象过程中出现的 对 心确实 心动还是翻动等等 这个大家慢慢去参悟吧 只是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段时间的诺想 让我感触也特别深 我觉得真的科学越来越趋向于神学 也许过一百年 所有的告诉你不要再惨了 我们还是回去踏踏实实 学习国学 学习神学 让我们干啥 我们就干啥 告知我们有经络就是有经络 告知有穴位就是有穴位 告知人该怎么修行 就是该怎么去修行 然后按照这个严格的去做多长时间之后 我们就发生了一个完全的质变 就会质变 逐渐开启 已经无限先进的这种文明也好宇宙也好 给我们的这些密码就够了 不要去不要再去这个试图用一些外界力量去感知它 或者改变它了 也许有一天 我们真的走到那天也许就是这样子 否则呢可能就是第五次 这个地球反正已经有生物毁击灭了四次了 不在乎第五次 好 今天咱们还是继续讲中国文字的课程 今天的字呢 很简单 但是这个字在我们运行中很重要 只是这个字呢 讲完了以后 我相信大家写起来都有难度 所以这个字呢 我们今天讲了 大家也看了 然后呢 如果能记得它怎么写 就是最好 对 记得就是最好 如果实在记不住也没关系 今天这两个字 大家能看见 这两个字就叫 道和德 看到 大路 四面走走路 这是一个人 人在大路的中间 这就是道 在甲骨文 德呢 四面大路 眼睛 看向应该走的正道 正确的方向 这个字就叫 德 道和德 相信这个东西写完了以后 我们大家都永远都会记得道和德 至于能不能写的 就看大家自己了 但这两个字并不难记 只是有点难写 也就是在一个大路中 那这种地方出口 那肯定是 肯定是岔路了 因为他这个古代写字的方向 叫这肯定是岔路了 这是大道 这肯定是岔路了 这是大道 对 那么这种岔路中 这个人在大道上行进 此字就为道 那么看向正确应该有的方向 感知到正确的方向在呢 就叫德 对 所以今天大家以后就知道了 这两个字 因为跟我们今天的文字 这个甲骨文 确实跟我们今天的文字 差距太大 所以如果我相信 我不跟大家讲 大家可能不记得 唯一的呢 就是大家能够看到德这边 确实有个墓 但是道这边这个人已经都没有了 这个道这边一个人肯定已经都没有了 对 那么这两个字 首先道这个含义 道是人站在岔路上 对 四面有路 路是没有方向的 道才是有方向的 道和路不一样 路是交叉 怎么样都有 没有方向的 只是去哪都可以形成的位路 道是一定有方向的 人站在岔路中 面向正途 正确的方向 行之所达 坚定的向前走 这个就是道 对 强调人按照天地自然运行的规律 正确的规律和法则 做事情 就是道 那么道呢 就两个 第一个万物有道 这个就是什么 就是自然万物的运行规律和轨迹 正确的运行规矩跟轨迹 就是道 第二个呢 那我们 误道了 误道什么 人能够按照万事万物正确的运行规律 去做事情 就是守道 就道了 对 这个道字 道字不复杂 那咱们很多字都跟道有关 但是现在难题难题是什么 人生无处的岔路口 你怎么能在岔路口 找到自然的运行规律 并为之前进 执行 这个难题是难的 德这个字 德是站在岔路中 眼睛看着正确的方向 心神合一 强调什么 眼睛是心的窗户 守住心神 领悟天地间运行的规律和法则 看一下我们道德经写的这个德 什么 遵循本性 本性 本心 顺乎自然规律 看看啊 你的心 眼睛就是心的窗户 遵循本性和本心 顺乎自然规律 便是德 本心出本心 本性善 本我无 变成德 因为眼中都是什么 都是自然规律 正确的自然规律 道和德 这两个字其实不复杂 写下来比较复杂 但是本意并不难 一个道 一个德 那么强调的东西也是不一样的 道呢 是强调理解和按照天地运行的规律做事情 对 所以呢 为什么道老跟着一个法 道法自然 道 道法 法是具体做事情的方式 所以呢 道是什么 是理解和按照天地运行规律去做事 但是具体怎么做的好呢 还得有一个法 所以道和法 一个形而上 一个形而下 对 德呢 德更重的是去理解 是用心灵 对天地运行法则进行感悟 只强调你感悟 德 那德后面有个行 对 是德了以后呢 还得做 叫德和行 对 所以呢 德更容易强调是你自己的内心去感悟自然法则 道呢 更多是强调按照自然法则去做事情 所以这个德和道是两个层次 一个是强调自己内心对这些法则运行规律的感悟 第二个强调是按感悟做事 在古代的时候 按这两个的先后关系 大家都能发现跟现在的顺序不一样 我们现在聊天 老说你有没有道德 有没有道德 道德廉耻 道德怎么样 但是古代的时候一般是 德在前 道在后 为什么呢 大家能够想明白原因 为什么 因为大家想想 如果一个人他没有德 他都不能够领悟和感知 在内心里面 天地的运行规律 他怎么有道 能够按照规律去做事情呢 所以这个是很难的 跟现在咱们说的顺序不一样 先得后道 对 有德而后修道 对 所以呢 过去大德君人得道高僧 先得 对 大德之人得道高僧 才道 这两个有顺序 西汉呢 离我们现在最早 最真实的 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 老子的道德经 准确的说应该叫德道经 我写了 他这个道德经是两个经文组成的 一个叫道经 一个叫德经 但是呢 西汉的马王堆出土的 这个德道经是两部两卷 一个是原文之卷 后一个呢 是对于原文之卷的解释之卷 那这两个卷呢 因为距今前面的历史是最长久的 最长久的 对 几乎接近先秦 所以呢 在这个我们现在能找到的这个历史中 这个 这个书里面就看到的是 德经在前 先有德经 后有道经 所以咱们现在天天讲这个道德经 大家知道道可道非常道明可明 非常明 对 我先不说这个字有没有改变 但是呢 这句话在德道经比 可是放在下半卷 上半卷先谈德之事 下半卷再谈道之事 对 那至于这个历史上怎么转化的 那我就不清楚了 因为目前也没有考古来去验证 怎么转化的 只是大家如果真要去学道德经 我们现在还俗生叫道德经的话 建议大家呢 去网上看一下西汉马王堆出土的原文 因为原文之中呢 和我们现在讲的道德经 几千字的文章里面有什么 近百个字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些字一点都不一样 对 这些字不一样影响很多 比如刚才我讲这个道可道非常道明可明 非常明 那应该是什么 道可道非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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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可明 非横明 对 横 永恒的横 那为什么变成道可道非常道呢 就是因为汉朝的皇帝 大家知道对吧 文帝对吧 汉文景之志嘛 叫刘恒 那么在道德经这个书传承的时候呢 得把皇帝的名会给毙了 对吧 所以呢就没有横字了 这个横字呢 就拿一个什么 拿一个长字代替 但实际上这个长跟横不是一个意思 对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 非常明 跟现在讲了 但实际上的道德经都不一样 那有上百字 差不多一百个字 跟现在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就没法解释了 所以大家都记住了 道德经里面大家听过很多字 比如大家听过一个叫 大大气晚成 这个听过吧 今天我们是不是老说呀 说这孩子大气晚成 对吧 留个作业吧 回去查一下 这个大气是什么 那肯定不是了 肯定不是了 对 什么意思 就是如果你天性美性习性好 那你就能成 对 你不好的话 你就根本就成不了 对 这个跟大家现在讲的很多东西的内容都不太一样 有机会去看一下 对 没错 有很多同学都在底下去写这个内容不一样的地方 大家有机会就可以了 对 大家有机会就可以看一下 所以 这个为什么要看一下 因为真正老子 应该是在真治圣贤 古代的真治圣贤里 距离能给我们解析上古文明最接近的一个人 道德经呢 或者叫德道经呢 也是最近的一个东西 那个年代除了这一本书 在老子写道德经这个年代 除了道德经这一本书 所有的作品 记住了 东西方所有的作品 有同学已经这么棒呢 同学这么棒呢 马上就查出来了 东西方所有的作品就几类 要本人就是帝王之士 对吧 皇帝跟谋臣 或者什么君主跟谋臣之士 对 要不然就是预言故事 对吧 一所预言 各种各样的故事集 诗集 这些什么什么战争 都是诗歌吟唱故事 只有一本书 在那个年代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突然而出突然而至 就是道德经 同学一定要写在这 回去以后好好感觉什么叫大器免成 听明白了吗 这个大器免成一出 跟你们学的大器晚成 大家想想这两个字能差多远 对啊 大器免成跟大器晚成 这两个字能差多远 回去领悟 所以呢 这个书呢 是最深的 到现在为止 也是最深的一个一本书 人家从古代就开玩笑的天书 老子此书能够读 不懂的这个人直接就可以参透 就可以生鲜了 但是确实是很难 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去看一下 大家会看一下 所以呢 古代为什么德在前 道在后 因为今天上课讲这个原因 就不多说了 就明白了 有了德 我们就可以管理自己 因为能感悟了 你要顺应天地之事 管好自己 有了道呢 就可以去做事情 影响别人 那有德 有道 既可以管好自己 也可以影响别人 对吧 有道 有德呢 也是一样 感知天地万物 能影响别人 也能管好自己 这个就是 有道和有德 道德不一样 那么呢 足几个词足 大家明白了 道理 道 大家知道了 天地间自然的规律 理呢 这个理从玉理 古代说 大家知道 玉不着 不成器 玉呢 要按照它的纹路向前去着 不然它是个石头就碎掉了 所以道理是什么 就是一方面道 按照自然规律做 但一方面又要根据事情 本身原有的样态 然后让这个道顺直而行 所以道中国人就变成什么呢 因地制宜 因人而异 辩证失智 大家听过这个话 对吧 因才失教 对 虽然你在上有大道 对吧 但是你要根据具体的情况 因地制宜 因才失教 因人而异 辩证失智 对吧 这才叫有道有理 否则光有道没有理 下去后就接受不了道 那你跟人讲道理 讲道理 这就是必要两个层次了 既讲的为道 又要按理而来 对 那不按理而来 就没办法了 对 没办法了 有那个 同学把东西都封到上门了 然后呢 下面呢 传道 传授 按照自然规律 做事的原理跟方法 就叫传道 道路 这是两个不同概念 道是能够通向正确方向的 所以大家知道 行在大道之上 按照自然规律正确的 你从A到B 你从A到B去的地方 在大道之上就能走到的 路呢 是到处都可以通的地方 就叫路 路是没有方向的 路可以是对的 也可以是错的 所以道和路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道这个字 咱们在时间遇见很多 大道之前 咱们原来讲过道法自然也讲过 最开始讲的时候 大家回去看 得道多助 大家理解了 生财之道 养生之道 生财的自然方法 规律 养生的自然方法跟规律 了解这个道字就明白了 我们要修道 修我们自己人生应该走的这条路 还是一个很艰辛的过程 德品德是内在品德 事物内在的质量跟做事的心性 品是什么 古代讲古文也确实有这个字 三个碗 很漂亮的碗搁在这 质量很好的碗 即为品 后来变成了三个口 所以什么意思 就是东西内在的质量 叫品 所以品和牌 品就是内在的质量 牌就是外面的招牌 有品有牌 质量好 招牌好 有品有牌 有品无牌 质量好 没有招牌 那现在就没人知道你 那没品有牌呢 质量很差 外面都有宣传 到现在的过度市场营销 满市都是 中国目前大部分都是 无品有牌 这个品 品德 就是内在的质量 跟做事的一个心性 加在一起 叫有品德 既能够按照自然规律体系 去感知又能够有很好的质量和条件 有品德 功德 社会上大家公共认可的遵守的法德 法治跟持续 德财兼备 符合自然心性 符合自然发展的心性 财做事情的能力 对 做事情的力量条件 过去的财还有备的 那么这个时候都有了德财兼备 所以这两个字 大家一看 道和德 全认识了 一点都不复杂 这两个字 是咱们讲到今天 讲这么多字里 相对最简单的两个字 新中国 但是这两个字里面 看出一些问题 因为咱们今天上课 都聊 下聊 新中国建立以后 实际上新中国是 中国由道德的老一辈革命家 心血所致 把整个中国的社会大众 从水深火热中解放出来了 我是文化大革命中出生 虽然没有赶上的新中国 但是我也看到了很多东西 在那个时候 解除了大量的社会隐患 提高了全社会的文化 教育医疗等水平 那么老一辈革命家 为什么叫有道有德 以己数得以己不道 这就是我说的 伟大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 总理 那这个因为我父亲 是延安保育小学的 我也很有幸 就跟这些老一辈革命家 有比较近的一些接触 你们大家应该都知道 这个毛主席周总理 一直到去世 一分钱遗产都没有 一分钱私有财产都没有 除了会见外宾的几套衣服 包括内裤在内 就是在看到他们自己穿的 都是补丁带补丁 补丁带补丁的 也就是他们创建了这个国家 消除了贫困 消除了文盲 提高了整个全社会的文化教育和医疗的水平 但是没有给自己创造任何一丁点受益的地方 绝对有德 然后把自己所学所用都用于让人民富足 绝对有道 像李敏和李娜 作为毛泽东的女儿 这我都叫奶奶 对 然后呢 这个叫阿姨 不叫我 这不是当时叫什么来的 应该大舅 大大大什么来的 我忘了 大掰 那个关系叫什么 我不管了 就是因为我父亲年纪大 但是呢 我那个时候见到的时候 真的是很可怜 毛泽东的女儿 当年毛泽东去世的时候 因为一分钱遗产都没有 就一个普通的工作 所以呢 自己的那个面包都是发霉了 面包都发霉了 吃了面包 去了以后看 然后把那个面包上的霉全都抠掉 咕咕 把霉都抠掉 霉菌抠掉 在那吃 然后我当时就说 我说不会吧 我说您就吃这个 我说有了霉菌不能吃 他说害怕 霉菌都都都抠掉就能吃 有什么不能吃的 住的地方也很小 很寒酸 所以呢 为什么中国那个时候 能强大 能够强盛 因为我们的老一辈革命家 自己是守德 守得很重的 真是大公无私 公德天下 真是大公无私 然后用所得呢 去布道 把整个一个国家的人民 都从这个水深火热中出来 所以中国才能从1949年 我们连一个螺丝钉 都不能完整的去生产的过程中 一直到我们改革开放之前 留下了如此美好的一个社会发展的一个基础和相关的一个条件 对 真的是这样 但是我们现在的社会呢 大家也都知道 目前中国预见的最大难题就是道德的缺失 道德的缺失 大家也应该知道呢 中国呢 疫情的前两个季度 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 中国和美国一样的问题 就是什么 中国的富豪的人数 跟富豪的钱数 都突破了历史最高水平 也就是在疫情的前两个季度 中国最前面排在前面的富豪 平均的资产的增长41% 也就是中国现在有钱的人变得超级有钱 大家也知道为什么 小米的什么第二大股东减持啊 什么 这个很多人呢 这个这个这个什么海底捞的人减持啊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 在疫情期间 整个社会大众人均的消费减少了9%多 相信10% 然后呢 我党呢 向这个社会投入了几千上万亿的补贴 但其最终的结果呢 是让中国最有钱的一小撮人的财富 增加了40% 全社会人金财富大幅度下降的时候 一小撮人的财富增加了40% 美国也是一样 在疫情期间 最有钱的一些富豪增加 为什么 因为这些人拥有的财富 不是社会老百姓社会大众能有的 比如说我们大家去炒股票 你们没有同学去想过 那些有钱的富豪在股市上 用他们的资金 用他们的钱 用他们的技术 用他们雇佣人算的各种东西 和他们操控市场的条件 和你们这些平头老百姓去炒股票 你们觉得是在一个层面上去竞争吗 还是人家就在生生的去 某种程度掠夺你们的钱 对啊 你们什么都没有 你们论财力没有钱 论资源没人条件好 论势力没有 论计算能力没有人好 论市场控制能力没有人好 论知识 论啥都比人家不知道差多少 就是按照现在中国的股市 是一个标准的富人对穷人的收割机 标准的对穷人的收割机 但是我也不明白 因为我做中国特色的收费主义 我说了很长时间 这些金融机构不应该是以盈利为目的 不可能以盈利为目的 当银行当证券 当所有钱人都是盈利为目的的时候 不是国家机器 受理国家机器才能是什么 大众共同支付 那么社会大众永远在现有的这个基础上 特别是进入了规机文明 那你计算就更别提了 你就更别了 人家都是炒股机器等等 就弱势群体就更加弱势 更加弱势 如果在这个时候呢 上层的一些领导者 又什么 又不强调道和德 整个全社会的道和德的缺失 就会造成了整个国家的人走向迷茫 人生的方向走向迷茫 大家其实从现在90 甚至于更年轻00的这些孩子身上 都已经能够感觉到了 对 整个的中国社会 全社会的目标缺失 道德缺失 全社会的 我们这代人的好赖呢 就像我做这公司 我倒不是自夸 真的是想人民国家 我们这辈子很多人跟我一样 如果能挣了钱了 想的是我如何能在这个社会上留一些 对这个社会有用的痕迹 让这个社会 因为我的存在 给这个国家和人民留下点什么 但是我们这一辈人 去世了 我真的年轻人 我不知道了 我只能说不知道了 因为我基本上没有看到 因为整个社会的这个道德的缺失 然后呢 由于社会财户的分配机制 由于上下之间的这种 不协调 对呀 其实你们真的想一想 我是做金融的 你们真的想一想 金融不就是富人对穷人的收割体系吗 特别是资本市场 特别是资本市场 所以这种东西在中国怎么能按照西方的体制去来呢 所以为什么说我还是很喜欢刘士宇老师的 虽然刘老师因为政治斗争的原因被停职了 对呀 我觉得刘士宇老师至少是我见过的领导里面很有良心的一个领导 但是刘老师不在不在证监会以后我不知道了 我也不知道 所以呢就是道和德两个字 在中国人不知道道和德的情况下 不能够在无数的岔路中找到正道正途的情况下 我们国家究竟要向何处去确实是一个挺艰辛的问题 不是中国人不会挣钱 而是这个国家要走向何处 确实是一个很艰辛的问题 这次其实疫情反映的也是一个问题 当然失去道德指引的社会 我们有多少企业家能干这样的事情啊 能干这样的事情 对呀 好赖一个年纪比较大 我这个年代60后的马云还在种树 对还在种树 还在做社会公益 但是到了马化腾 到了王兴 到了刘强东 到了雷军 这一些企业啊 华为还有民族责任使命感 还有道德 但是到我后来说这些企业 除了挣钱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这些人在资本市场 和在现实市场中 无所不用其极 绝对除了挣钱 做游戏 让大家玩 对吧 做各种东西 让大家花钱 而对于整个民族和社会的责任感 跟使命感 绝对是茫然没有的 对茫然没有的 只有像什么人老爷子 像马云这种人 这个包括我 都是这个年代的 还在做一些 这个守道和守得 对这个国家和民族有用的一些事 但是年轻的这些企业家 确实是很年轻 确实是很富有 可是他们做的所有的事情 对于整个社会和整个国家 起到的作用 我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 那么往下 这些榜样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能够给我们带到何处去 确实值得大家深思的一件事情 然后普华呢 明年的可能会大力发展 合作机制代理机制 共享机制 希望也是把对中国的这个发展的好的一件事情推广开 最后呢 课程结束最后的跟大家讲一个东西 我很高兴 就我给大家讲一个东西 我很高兴 大家知道 还记得一直我说 就是现在的数字经济 到底应该以人为本 还是以竞争为本 大家应该还记得吧 我觉得数字经济时代 我们拼命去抓技术 按照整个社会发展 按照中国国家的思想 应该是让技术为人服务 让规机文明为人服务 把现有的技术能给人提供所有最好服务的技术 充分的发掘到极致 而不应该拼命的去竞争 拼命的去竞争 对吧 竞争完的结果到底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 不知道 我为什么特别高兴 大家可能有机会知道 原来有个财政部部长叫楼继伟 原来中国的财政部长 我特别喜欢 他是第一个说劳动法施不恶法的人 楼继伟呢 在十一刚过的时候发表了一个很重要的讲话 我特别高兴 就是5G 5G技术周围配套的技术 几乎均不成熟 单独发展5G 投入海量资金 对于全社会的发展 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 对 为什么特别喜欢楼继伟这个话 这就跟我的理论是特别一样的 就是一个技术出现 由于这个技术没有周边所有的技术做配套做支撑 你单独就拿一个所谓的技术出来 那么都是在骗人吗 芯片技术也一样 对吧 咱们今年因为国家芯片 结果短短的三个月 中国出现了57000多家做芯片的企业 都是向政府去骗钱的 我们能把现在已经发明出来的技术 就像我说的信息化的技术 能够为人服务能够以人为本 让这些东西成为帮助我们社会大众获得更多劳动生产力价值的就OK了 真的不能盲目的去追求所谓的这些竞争 所谓的好 对吧 我真觉得杨振宁老师不让见量子队撞击 楼继维老师不鼓励在5G中拼命投入海量资金去发展 这些资金反倒用于这些成熟的技术造福中国人 我真的觉得这都是特别有良心的老先生们 我不孤独特别高兴 对吧 我今天死尽跟他们说 我说我一点都不孤独 我说楼继维老师这太厉害了 因为原来的财政部部长 对吧 他的说话发言实际上是很有分量的 我觉得中国还是有很多人能够看中这个点的 看中这个概念 所以相信随着我们自己的努力 靠着我们自己的实践在推广数字经济 同时也在中国推广我们自己的道德观念 告知我们需要在我们拥有的时候 要为这个国家为民族做出自己该做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这一生中也算是有大福报的一个一辈子 好吧 今天呢讲道德这两个东西是特别简单的 但是呢是我们现在社会中最缺乏的一个东西 我小的时候还有讲道德这些东西的课程和一身作则 因为现在做不了我们学校的老师从幼儿园到小学 自己都没有道德 所以你想他如何去要求自己的孩子有道德呀 这个太难了 太难了 但这个东西其实真是社会主义根本的根 真是社会主义根本的根 对所以看我们自己吧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看我们自己是不是在一个全球疫情发展的特别严苛的环境里 能把这个东西做好 最后讲课呢 讲完了 跟大家也说一下疫情 疫情大家不要小看了 千万不要觉得疫情就OK了 这个疫情 跟大家讲一个大家 别吓着大家 就是我们从黑死病开始 什么西班牙大流感 就是人类有历史记载的 包括上次我们遇见的非典 只要是病毒引起的 这种人类影响人类的大疾病 跟大家讲一个实话 人类从来没有能够战胜过 人类永远都是输 只是上天突然间黑死病就没了 突然间西班牙大流感就消失了 突然间非典就没了 没有人知道他怎么就没了 也就是在这种疫情的情况下 人类是从来没有战胜过的 再加上庚子 庚子确实都在没办法 所以大家不要觉得疫情就过了 疫情之后没什么了 没有的 没有办法的 就像我三月初写的 让我跟大家讲了 我得说乐观的说 一千万 悲观的说可能1.5亿 甚至于会更多的人患病 现在大家知道差不多4000万了 整个地球差不多4000万了 而且冬天要来了 如果上天不收回疫情 不收回疫情 那么真的经历这个冬天 有可能会有一亿 甚至于以上的人 会在这个疫情中出现巨大的一个问题 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都会不一样了 所以疫情大家不要小看 还是要有一些好的心态的 好吧 其他没有了 不管别人做的怎么样 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千计天下 我们还是要按照道和德 做好我们自己 毕竟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这个世界是有因果的 这个世界因果的 我也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 马上16号咱们有一个数字经济的课 课也有很多的方式跟方法 除了我还有集团 很多的老师的方式方法 来真正的具体落地的帮助我们的企业家 把我们自己能够怎么样 能够走出去 对 比如说我们现在利用集团的力量 这不是今天课的内容了 只是跟大家说一下 已经跟李玉卢老师达成了合作 什么呢 由我们的信息化技术体系 帮助李老师的团队 去开发中国第一套什么 儿童和家长之间无缝沟通教育的体系 对吧 第一套是这个孩子 在幼儿园或学校中的沟通信息化表现体系 对 这个是学校 第二个是这孩子在家庭过程中 他的作业完成家长沟通表现情况的一个体系 对吧 这个得奖励一个东西 第三个是学校跟家庭或者幼儿园跟家庭之间的沟通运行的这样的教育体系 开发这样的一个系统 这个系统开发完了 由于李玉老师 李玉老师有市场推广的经验跟方式 交给李老师 这样李老师就可以拿这个系统 在中国按照他们的体系去做了 那什么意思呢 就是同学们如果也有什么需求 说我们在哪些地方有自己的市场 有自己的环境 我们缺乏技术团队跟技术力量 缺乏好的策划能力和好的整体的方案设计 我们有具体的市场推广和销售的力量 都可以来找普华 对 我呢 希望我们因为普华技术团队还是比较雄厚的 希望我们通过我们的技术团队帮大家做后面的这些东西 技术的整个平台 体系 社群营管理体系 然后交给大家 然后大家可以在前台去干嘛 在前台去进行市场推广 跟运营这样子的帮助更多的产业去改变 帮助更多的产业去改变 好吧 这已经讲的不是这个国学课程了 只是跟大家说一下 希望咱们自己能踏踏实实的 认认真真的让我们自己成为中国人 最后能够崛起的很重要的 一个力量 好吧 今天的课程我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 谢谢了 谢谢